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1948年 雷洪出生於臺灣 因為家庭的影響 從小就對民歌很感興趣 而且唱得還有模有樣 一次偶然機會 他被影視公司發掘 自此跨上了演繹道路 從一開始不出名的作品 到為別人配戲 一直以來 它都是綠葉的存在 可始終不氣餒 也不灰心 細心專演演技 終於在《娘家》中 憑藉彭大海這個角色 獲得了金鐘獎最佳男主角獎 成為實實在在的世帝 近日 74歲的他在接受採訪時透露 全盛時期 他不僅在苗栗買下占地3000坪的別墅 在新北永和一條街也有20棟房子 有一年 母親自苗栗北上要看他家 他帶著母親到永和 指著淋漓的樓房說 媽 你看 這一條街有20棟房子 都是我的 三年前再婚後 他除了拍戲 大多時間都在陪愛妻過平時的生活 嚴峻的疫情下 回想這一路走來 內心除了滿滿的感慨 更多的是感恩 自我野餘也關照自己 稱收到報應之後才懂得珍惜 他認為 和老婆的相遇是上輩子修來的福氣 妻子不僅對他完全信任 不擔心他在年花惹草 更沒有因為過去的不良記錄和他約法三章 還笑稱夫妻倆的養生秘訣就是羅睡 寒冬中兩人一絲不掛 卻僅需蓋一張博貝 根本不會冷 拍攝大愛戲劇《搜尋者》更讓他有感而發 從意氣風發到變成流落街頭的遊民 雖然角色職業不同 但與他的心境倒有異曲同工之處 以前他經常飾演霸氣大男人 近年則挑戰不同戲路 展露燃燒級的演技 這次顛覆形象 角色嗜賭又上酒家玩女人 黃湯下肚會打老婆小孩 還因欠一屁股債遭追債 是個匪類人設 為了讓角色更飽滿 他到街頭觀察遊民樣貌並主動敘湖 讓外形更接近不修蝙蝠狀態 從影以來 第一次留這麼長的鬍子 導演王仲正看了也很滿意 雖然是為了決策而辦的形象 但卻讓他有感而發 從而向媒體吐露自己的心聲 接手這部戲也給了他不一樣的思考 現在他不再用大男子主義去經營自己的愛情 也懂得惜福 畢竟已經到了需要別人照顧的年紀 以前年少無知 有錢就出去鬼混 亂搞 從而做了錯誤的示範 現在要把過去的不對的行為告知天底下所有的男人 這是錯誤的 據了解 他原本擁有上千坪的別墅 吸接能力也是十分強悍 一共有8個孩子 還有3個孫子 每個月的生活開支非常大 光是家庭開銷就高達50萬台幣 而且每每拿到酬勞 就會被老婆們分光 他笑稱 除了金錢壓力很重外 老婆們爭風吃醋 也讓她很頭痛 曾透露 每年過年就是讓她崩潰的大日 除了紅包包不完外 要讓重妻不吃醋才是大考驗 每次回岳母家的時候 都是分神乏術 當年還和建設公司合作投資房地產 鈔票大把大把賺 但提到從來不聘司機的原因 認為所有老婆都會問司機我去了哪裡 晚上睡哪一個老婆呢 根本自找麻煩 其實 細數她交往過的女友不難發現 並不止7位 曾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被問及生命中到底有過幾個女人 她回答超過150位 如此驚人的數字 恐怕連和紅樂都不能相比 不過 外界最關心的不是交往過多少女友 而是她如何讓6位前妻和諧相處的 因為重婚犯法 所以她只是和原配登記 後面的5個老婆都是女友 相當於妾 而且據說最小的才20幾歲 而幾個老婆在她身邊也全是心甘情願的 所以在法律上也沒什麼能夠約束她 據她透露 將家庭公私化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的辦法 除了演藝事業外 她還擁有大量的副業 包括保齡球 KTV等等 為了讓每個妻子發揮能力 還特地將財務方面的事情交給學歷高且十分精明的老四 其他妻子也安排相應的職位 雖說模式很好 但也避免不了出現問題 女友曾冒用她的名義向地下錢莊借錢 使得她負債6000萬 一期間風雲變色 妻妾全部欺塌而去 落魄到一無所有 無奈賣房賣車 最後靠著兄弟姐妹伸援手度過財務危機 再加上險些二中鋒 使得她感慨萬千 坦言 過去的就過去 當作我欠他們 全部都沒有了 不打人 不罵人 好聚好散 小孩跟你們就跟你們 我現在是單獨一個人 然而 福或相依 在妻妾全部跑光之後 2019年時 因健康戀紅燈住院的她 再度結緣小十歲的女友 並許諾一定會鍾愛對方一人 不知道是不是有感而發 還是經濟能力有限 此後的歲月中 她對妻子的確非常恩愛 雖然過去她表面風光 讓人羨慕不已 但很早之前 她就上節目自曝 在鬼門關前走過一遭 即使70歲的她 看起來比其他40歲的大小伙子都要強壯 但身體不會說謊 她曾因為不小心摸到樹葉 導致手掌指縫間長滿水泡 最後甚至蔓延到全身 就連鼻孔裡也長水泡 差點導致敗血症 一回想起那段記憶 她就面露痛苦表情地說 嚴重到全身潰爛 指甲都爛了 都脫掉了 所以我現在指甲完全是重新長出來 現在痊癒了 最後則表示 醫生說是由於壓力太大 加上曾經演戲時的辛苦和連軸轉 她的免疫系統出現了問題 這也是怪病的原因 另一位急診科醫師魏志偉則透露 接觸性過敏通常只會出現在局部 若全身充滿過敏反應 則是屬於自體免疫的疾病 又叫做天包瘡 因為免疫細胞攻擊自體細胞 所以身體表皮才會一直冒水泡 後來她也接受醫生的意見 決心好好保養身體 在生病的時候 紅顏知己曾欣怡一直從旁照料 後來她把身體養好後 也就逐步退出了娛樂圈 有人說 這下她應該好好享受生活 反省自己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在2019年年底 已經71歲的她和小21歲的欣怡結婚 直到兩年前 這段感情才曝光 很多人不理解雷洪 覺得她明明被傷害那麼深 難道還要再受傷一次 並且這次娶妻還是小21歲的 但她透露 剛開始交往時 老婆曾對她說 我們如果要在一起就要結婚 我這裡還有一些錢 不用擔心生活 這番話讓她不盡老淚縱橫 如今她甘願守著一個老婆 也和幾個孩子相處愉快 有次老婆還對她說 老公來我蹲著 你趴在我背上 我看你老的時候我背得動你嗎 讓她感動不已 她常笑老婆似有戀父情節 雙方才會至今相看兩不厭 她也被對方的善良感動 因此對老婆完全公開透明 不管是工作 還是和女友人傳送手機訊息 都一無一時報備 沒有任何隱瞞 她說 現在有這個老婆是人生最幸福時刻 還曾向妻子發誓 我永遠都不會傷害你 此外 她透露 老婆很會營造恩愛氣氛 疫情期間更提醒她定時做運動維持身體健康 她平日除了吃麥片等養生食品 也會做養生操 比如把琉璃台當地面 雙手扶著琉璃台 做伏地挺身動作 提升心肺功能 或是做深蹲動作 還大方分享有一套獨門養生秘訣是夫妻裸睡 赤裸裸的肌膚之親 每天這樣做都不會膩 現在只要到睡覺時 老婆就已經脫光光躺好了 即使冷嗖嗖的冬天也樂在其中 回歸簡單生活後 她總是被有人虧說是浪子回頭 笑嘆年紀離八字頭不遠了 活到這把歲數也沒太多奢求 坦言 我還有幾個年頭呢 顧寶明 八哥都走了 我現在還有老婆照顧 已經沒有遺憾 現在的她認為 人都有生老病死 我的年紀也不小了 身邊不能缺人照亮 有時候也會感到寂寞 所以有人喜歡我 願意愛我 照顧我 我願意選擇結婚 如今 即便之前的老婆都離開了 年紀已經74歲的她 還能夠收穫到自己的愛情 也是實屬不易 而且兩個人應該是真愛 可能也是因為這年輕的女子被她的魅力給迷住了吧 人生起起落落 總會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像和洪樂那樣瀟灑 有的時候超過自己的經濟負擔就會導致反噬 從而淪為笑柄 一人雷紅就是如此 表面看起來很讓人羨慕 各種滋味只有自己才能體會到 如今的她回歸單純 並找到了能照顧她的人 也算是一種圓滿 不過 對比以往還是顯得有些落魄 至於那些風流歷史 早就是過去的事情了 既然已經選擇要好好生活 想必她也是真的想開了 祝願她們夫妻二人能夠一直身體健康 生活幸福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 我們分享一下!